梁轩燕打造明星之旅 金种女神小舒适特别站台夫妻其心一同打盼 明星之旅 HopTour跨商业平台于今 11日 举办产品发表记者会 Tutor ABC 期管大力赞助整场的活动与场地与协伴本次活动 创办人梁轩燕表示 因为老婆肖舒适的一句话 老公 你这辈子若没有顾虑 最开心的事情 会想要做什么 而因此启发了他创办明星之旅 HopTour跨商业平台的初衷 梁轩燕透露 明星之旅秉持著希望欢乐爱与分享的精神 透过跨平台的整合 邀请明星艺人及各行业的名人担任团员 在旅游中分享自己的生命历程 也让其他同行团员能满足追星的心理 创造难忘的旅游经验 其中4月28日首发的内蒙古首发团 并邀请了自己的闲内驻肖书胜 驻胜担任明星团员 分享自己从出事前的众人远离到现在的简单幸福人妻生活 接着一团还是由创办人梁轩燕的父亲亲自领军设计 出团讯息公布时间不到一周 二十位名额及热销感受 可见明星之旅 HopTour跨商业平台的商机无限 今十一日明星之旅 HopTour跨商业平台记者开幕式 梁轩燕的好友姚采影也以生活美学家的身份 致赠亲笔签名的书法 驻明星之旅生意兴隆 梁轩燕也大访邀请老婆肖书胜出席 这也是两人在正式场合首度铜框 肖书胜信文鼓励老公 直呼老公是对的人 梁轩燕文言感动落泪 娇妻肖书胜坦言对于站台这两个字感到有压力 不过对于老公是十分心疼 因为他在筹备明星之旅 HopTour跨商业平台期间 为了事业与家庭是蜡主俩头烧 为了创业每天都在外打拼到快十点才回家 肖书胜自嘲自己是一位不食烟火的女人 因为老公新事业 自己会全心全力支持 也从当了人妻后 更懂得互相体谅 肖书胜感性地说 自己连简报都不会做 但夸老公很有商业头脑 对于新事业 梁轩燕眼里心里满是爱 为了给老婆过更好的生活 以及给老婆最棒的婚礼 会更努力地打拼 努力给老婆安全感 肖书胜也心疼老公这两个月都没睡好 对他最大的帮助就是在旁边陪伴他 肖书胜说 肖书胜在婚后也体贴的练习厨艺 从没在市场买过菜的他 从用沙拉脱洗米吓坏众人 到可以在餐桌上大秀四菜一趟的好厨艺 而他目前最拿手的菜是红烧肉 让老公与家人大饱口福 连多年履法的美食专家好友都大赞出意 他感激老公在他还不会做菜时 不管好吃或是不好吃都愿意一口气吃的精光 让他开始对于下厨越来越有自信 我老公最可爱的地方是 他晚上不论多晚下班都会饿入肚子 只为了回家吃我做的饭菜 梁轩安大赞老婆现在的厨艺已经可以开餐馆了 也乐得外出被朋友说你老婆把你照顾得好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